汉武帝经过多年的穷兵独武 大兴土木 成功地赶跑了匈奴 也成功地把前面四代积累下来的财富 名利 消耗殆尽 国库从粮食多到发霉 到后来酷无余粮 物骨之祸 更是千连数万人 造成人人自危的极坏影响 汉武帝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但是他时日无多 来不及改变 那时候 人们仿佛又回到了暴情时期 好在汉朝帝刘芙琳 及时挽救了这幅烂摊子 刘芙琳是汉武帝最小的儿子 传说他的母亲 勾异夫人出生时 手心就有形式勾异的印记 并且 上手一直紧握拳头 无法打开 武帝出群时 听闻此次感到好奇 让人把他带过来 结果 武帝拿过他的手一掰 拳头就打开了 从此 他就认定此女跟自己有缘 就带回宫中 并封为结语 这位传奇的勾异夫人 怀他14月 才生下刘芙琳 武帝深信这孩子不一般 因为传说中 姚帝也是 怀了14个月才出生的 所以 武帝也最疼爱这个孩子 经过了五谷之祸 前太子牛居一家 几乎被缅了 武帝也年事已高 必须重新选一位继任者 虽然他儿子众多 但是他能看上眼的 没几个 经过慎重考虑之后 他选定了 这最小的牛芙琳 一位太子 并且给他铺好了路 为了防止 女后专程的事情 再度出现 在立太子时 就赤死了牛芙琳的母亲 勾异夫人 还选定了大司马霍光 玉矢大夫 桑红阳等 共同辅证 牛芙琳儒雅聪慧 继位之后 首要事情 就是要重整 大汉江山 收拾破碎三合 霍光提议要休长生息 轻摇伯父 与缓和社会矛盾 但是 理财管家 桑红阳有不同的见解 他还是 战成像武器时期 那样的政策 这样才能保证 有足够的钱 搞国防呀 霍光这一派认为 这样是与民争利 人民的日子 就不好过了 这两方说的 好像都挺有道理 休养生息 适当给人民 放点水 正常 可是 把过去的政策 都推翻 那么前面所做的 不就白做了吗 反正咱也不懂 咱也不敢评论 最后 是开展了一场 连铁专卖的辩论赛 牛芙琳 力挺霍光 霍光胜楚 休养生息的政策 得以推行 此次落败的桑红阳 自此 便与霍光接下了娘子 牛芙琳自小 被姐姐 恶意公主 便长大 感情深厚 她继位之后 恶意公主 想给自己的情人 丁外人 某个官职 被拒绝了 霍光的政治死敌 三观姐 想让自己的孙女 嫁给刘芙琳 以便将来做皇后 也被拒了 这几个失忆之人 共同的阻碍 便是霍光和刘芙琳 正好燕王 牛蛋一直想造反 于是 他们结尾一伙 横瀉一起 准备掰倒霍光 再逼死刘芙琳 拥护燕王 牛蛋继位 他们先是诬陷 霍光要造反 可是 霍光和刘芙琳 君臣之间的信任 流入磐石般稳当 刘芙琳又很有主见 他们的离间机 没有成功 然后这几个人 又密谋自杀 还是没有成功 最后 他们的下场 都不太好 自杀了自杀 腰斩了被腰斩 牛芙琳在霍光的辅正下 国家治理的平稳安定 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能把这副烂摊子收拾好 也着实施不易 只是 令人惋惜的是 这位成就斐然 又不贪图享受的明君 21岁就一年早死 都没有留下子嗣 真是令人心疼啊